請妳說說妳的成長經歷 他就有時候會跑越南啊 有時候會跑台灣 然後這樣輪流就很好 我們在學校裡面很常會聽到一些聲音 因為在同學的新住民族女生都有一些物件 例如認為他們擁有一些資源或特權 還有被拿成開玩笑的對象或者是表現播放 然後我們也從新聞事件上面看到一個 因為師生間的管家衝突 由於學生母親是新住民而被渲染成一個提示的事件 所以我們跟實際有這個分分的新住民族女同學發現 事實並不是怎樣 所以我們想要更了解他們在學校的生活經濟 多首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今天要分享我的成长经历 我的家庭背景呢 我的妈妈都来自日本的青森 我的爸爸来自台湾的台北 然后我出生于台湾 我们家的特殊文化 因为日本呢 他们非常注重礼仪 也是礼仪之邦 所以我妈妈会比较注重一些生活上的小细节 譬如说一回到家 就要漱口、失手、洗脚 然后吃饭的时候都不能怕出生意 然后日本他们不接到的卫生管理非常好 所以几乎都没有垃圾 我先要教大家一些简单的日文单字 这五个单字里面 有一些都跟中文或是英文的发音很像 所以日文其实也没有那么难 希望大家听到我的日文教学和那些文化特色 可以多多去了解日本 对日本有更好的影响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